1..2..4.. 大家好,歡迎來到飯店 我是王子一帆 我是帥妹弟 大家是不是小時候也有一邊看海王 一邊看火影忍者時期呢? 那不知道大家是火影忍者派還是航海王派呢? 我就是火影忍者派的 那今天跟我們一樣喜歡火影忍者的粉絲 你們有福了 沒錯,因為我們今天開箱就是 火影忍者的Qman 那他有大頭娃娃、接近線跟經典場景主 如果你是火影千萬不要錯過啦 對,但是我們今天詳細開箱介紹之前 要先來一場PK賽 對,我跟王子會分成兩隊 然後來比拼誰主撞積姆比較快 輸的呢,要出去外面用忍者跑一圈喔 這樣子 OK,好,那我就歡迎我的隊員 Joyce 好,那我們今天玩的遊戲呢 就是火影忍者Qman團體合作賽 首先呢,我們等一下就會先剪刀石頭布 那贏的呢,就先幫對方挑選 他等一下要組的火影忍者經典場景主 然後我們要踩接地賽的方式 然後把它完成 但是呢,普通的接地賽 是不是太不刺激了 不刺激不刺激 對,我們每五分鐘 就要跟隊友交換一次 要這樣子喔 所以這五分鐘 你都要很認真地觀察 對方組裝到哪裡 裝到什麼步驟 但是呢,這個過程中呢 不能跟對方提醒 我裝到哪裡 你有沒有裝錯 都不可以喔 也太難了吧 對 開始,開始,開始,開始 開始,開始,開始 好 這邊 有 在嗎 有 這裡 沒辦法 可以 煮完一個 我也很害怕 自己煮都沒啊 但是想到 好 去團體賽就好可憐 我去不一樣的整張 怎麼整張 怎麼整張 那邊有根 好 怎麼會這樣 不能 真的可以嗎 什麼 這手有分左右邊 怎麼會這樣子 這手有分左右邊 那邊拿到什麼 我一邊拿到什麼 我一邊拿到什麼 我想說什麼 腳不大 我想說什麼 腳不大 他們到臉 我應該比什麼 一起來 一起來 手滿腳軟的 這個 等一下 等一下 什麼 我根本 沒做什麼事情 你做什麼老鼠屎 我跟你講 我剛才覺得五分鐘 比我強的時候 還要長一點點 真的嗎 我覺得好短 沒有 沒有 因為五分鐘這麼長 還好 好短 我還沒做什麼 然後 那是你的問題 好熱喔 好熱喔 下雨卡 你等一下就會真正 下雨卡 就是 那Joy是要幫你 好可怕 加油 加油 好可怕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幫你 對方跳簡單 就好了 冤冤相告何時留 對啊 應該跳另外兩個就好了 我覺得 我覺得鋼手的日常那個應該是最簡單 那一定最簡單 我看一下左側 我覺得左側這個可能也不簡單 也不簡單 那個彎是彎彎的 他們本來就彎彎 你有聽到人家講嗎 他本來就這樣 不是啊 什麼啊 這個比較鬆水還會痛就會嚼嚼 雖然看起來有點奇怪 但就這樣可以 所以我們畫好像也結束了對不對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地方 好 歪歪的 本來就歪了 歪歪的 你給他看一下 歪歪的 本來就歪了 還腳背 好像就那樣子了 對啊 就這樣結束 什麼結束 嗯 畫就是 畫 就這樣子啊 看上去就這樣 所以我們是結束了嗎 這樣沒結束 是 那我們兩個一起把這個趕快拼完囉 好 這樣我們不要跑步 對 好 那我們就先來介紹一下我們剛剛組裝的活影忍者的經典場景組 首先呢是我們的鋼手的活影日常 可以看到鋼手與小鷹平日在活影辦公室的場景 裡面有滿滿的細節 還可以看到各種捲手和大蛇丸的機密哦 接下來呢 是鳴人與楚田的鷹之婚禮 還原了疾風傳最後一集的聖大婚禮 尤其櫻花做得非常細緻 上面還有類似祈願服的小零件 呈現出了花船緊縮的感覺 完美體現出了當初婚禮的感動啊 下一組呢 是我愛羅決戰蒂達羅 這個經典決鬥場景大家還記得對吧 我愛羅的風沙和蒂達羅的黏土鳥 還原度超級高 尤其是我愛羅的沙子 雖然是用了許多相同色系的積木 但也堆疊出了沙子的層次 經典重現出當初戰鬥的那種緊張刺激的氛圍感 最後一組呢 就是大家當初最感動的一場決鬥 與製波兄弟之戰 這場戰鬥當初我也是哭得嘻哩嘻嘻嘻嘻 說到當初的經典場景 絕對不能沒有他 尤其大家可以看到這個場景 就是當初卓住以為 又要挖出他眼鏡的時候 結果竟然是他們兩兄弟的和解時刻啊 真的是火影迷絕對要說的場景組 然後這四款場景組裡面的人 都有兩個表情可以交替使用喔 好那我們剛剛講完了經典場景組 接下來帶到的是火影忍者街景組 你可以看到我前面這個 他們裡面都有各副一隻代表的人喔 那首先你可以看到除天的是 戰力乾店 小李的忍具滿點堂 入完的燒肉Q店 裡面有的伊勒拉麵店 和自來也的火影辦公大樓 那我們可以看小李的這個忍具滿點堂啊 它裡面有超多小零件的忍具喔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一個超大的手禮件 呈現了忍具店的樣子 另外入完的燒肉Q店 重現了燒肉的鷹鷹油的樣子 裡面有肉也有配備 房子上面還有代表燒肉BBQ的裝飾喔 所以如果你想要營造 母野忍者村的話 絕對要入手這個系列 最後還有代表火影忍者的經典角色 那一定就要說到傳說中的第七版 裡面有卡卡西、迷人、小鷹和佐助 他們的Q版大頭娃娃公仔些 每一款都是回憶啊 擺放在桌上擺飾也超級適合的喔 而且說到回憶忍者呢 一定會想到什麼伊勒拉麵店 沒錯 對那除了剛剛的街頂主小伊勒拉麵店 還這次出了一個最棒的伊勒拉麵店 真實懷孕了動畫中的伊勒拉麵 嗯 國藝品絕對不如錯過這個長子音組喔 但是Q版除了國藝人組之外 也是有很可愛系列的 那就是山莉歐 你可以看到這個布丁狗露天糖果屋 大耳狗夏日冰果室 美樂日甜心冰淇淋屋 Halo Key的時尚服飾店 而且他們一樣都是可以併在一起 變成一個街道 然後他們重點像這個人偶 是可以滑動的喔 所以他們可以像鄰居一樣去串門子去拜訪 是不是超苦的 苦的 我這邊跟你說這個系列真的是太可愛了 一定要收藏起來 沒錯 除了街頂系列呢 它還有大頭娃娃公仔系列喔 有我們的大耳狗布丁狗 Halo Kitty跟美樂迪喔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大耳狗布丁狗 還可以上下擺動喔 除了這些之外呢 還有我們的Halo Kitty巴士 是 是不是很可愛 跟我一樣喜歡沙利歐的朋友們 跟我一起入手一整組吧 看完了前面的介紹 你是不是覺得已經沒有了 我跟你講 Q妹還有其他超級人氣的動漫角色 就在這裡啦 是我們前面的蠟筆小新跟哆啦A夢 哇 我跟你講這就是他們最具代表性的場景組啦 你看到蠟筆小新他們家的客廳 有小新跟他媽的平常生活樣子 另外還有他們最具代表性的雙葉幼稚園巴士 而且你可以看到這個巴士的蓋子是可以打開的 是不是很酷 超酷 另外來到哆啦A夢這邊 人人都想要一台的時光機 是不是 然後還有大小的房間 這個抽屜也是可以打開收起來的 我跟你講 這也就是我們滿滿小時候的回憶呀 哇 那我們今天介紹了很多的Qman記憶幕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最喜歡哪一個呢 那大家還是有我們剛剛前面PK比賽的時候 使用的活影能走今天場景組嗎 大家是不是很喜歡很想要很想要自己組裝看看 想要想要 我們今天會抽出三位送給你們喔 只要在我們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們 你們最喜歡今天介紹的哪一款Qman記憶幕 就有機會獲得我們活影忍者長金珠喔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別忘了我後面還有撐 還有影片喔 那一樣喜歡的話請幫我們訂閱留言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 也開啟追蹤我們的臉書IG 我們下次見 See you next time Fin 開啟小鈴鐺 這裡 我們較漂亮 da